你再重新打開 你的Final Cut就變成中文了 安妞!我是桑林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快速上手Final Cut 以及我的剪片設備 那為何我一開始是選擇Final Cut 而不是Permule呢? 當然是因為預算的問題了 因為Final Cut的話是一次性買斷 價格的話只需要9999 Permule的話是月費年費計算 換算起來的話Final Cut比較划算 所以剛開始的創作則非常的友善 雖然我目前是使用Permule的快速上字幕 但是我的剪輯、專長或是做一些字幕上的特效 都是使用Final Cut 一方面是習慣 一方面萬一你電腦突然當機的話 Final Cut的後台都會幫你即時儲存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剛剪到一半電腦當機你的資料都不見了 那這邊建議大家 記憶體最好尋的16G以上 比較不容易Lag 然後如果你影片素材比較多的話 建議買一顆外界硬碟 像我目前使用的是創建這顆硬碟 它的讀取速度夠快 而且容量夠大 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首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Final Cut如何變成中文的 我們在左上角這邊 點一個蘋果 這邊再選擇系統 接著點一般 選擇語言與地區 在偏好語言這邊 按加 新增剪挺中文 然後把它移到第二個即可 你再重新打開你的Final Cut就變成中文了 接著我們打開資源庫這邊 先進 存取選取位置 然後選擇剛剛你外界那顆硬碟 接著命名 在新增項目這邊 一開始的主鏡頭影片我會打上書簡 接著把相機影片導入到資料夾做分類 像是分成A-RORB-ROR 接著把A-ROR主鏡頭推進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剪片了 不過剪片的時候 你是不是戴著耳機剪片呢 其實耳機戴久還蠻不舒服的 像如果你是拍攝Vogue素材 如果你在人多的地方 其實收音啊 聽起來都不是那麼清楚 剪片起來的話會比較困難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 Dentiu Traveler U 第一款 線上語言學習藍牙喇叭 獨家人聲引擎技術 去除杯警察音 優化男女聲 加強男辨識音細節 那這邊放一段在戶外拍攝Vogue的 聲音效果 現在要帶我們家的喬寶貝去洗澡了 現在要帶我們家的喬寶貝去洗澡了 然後兩杯 然後改成第一支的 然後兩杯 然後改成第一支的 先兩杯飲料就好了嗎 對謝謝 先兩杯飲料就好了嗎 對謝謝 好每次大杯飲料 是不是很明顯 Traveler U 聲音更清楚呢 出來可以拿來當作你剪片的工具之外 也很適合學生拿來學習語言 上網課或是視訊會議 這邊放一段有錄的聲播給大家看一下 安妞 我是桑妮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製作的2023歧視力 安妞 我是桑妮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製作的2023歧視力 很明顯 BenQTraveler U 人聲更為清晰 尤其當你在學習的時候 落讀音會聽得更清楚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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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帶麥克風 人聲降噪 背景回音小聲 接下來放一段視 大家看一下 請你發出個聲音 發出個聲音嗎 請你發出個聲音 不是 哈哈哈哈 他主要是對於認真的優化 看影片的話 少了那麼一點點震撼感 不過你是拿來邊打掃啊 或是邊工作的時候聽PATH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 那連接的方式有兩種 有藍牙連接跟有線連接 那這邊來教大家面不可以連接 我們先按左上角蘋果 系統設定 選擇聲音 再輸入輸出這邊 選擇Travel U 另外它也有按鍵音量的設定 可以把音量調整在適合的範圍內 偵測環境與使用者距離 連接好藍牙喇叭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使用快捷鍵來剪片 那這邊示範一段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選擇講話聲音這一塊 把邊邊沒有講話聲音剪掉的話 comment加V 中間這一塊呢 你就可以按Delete剪掉 如果你想要重複這個畫面的話 我們就點這一段 然後按comment加C 接著按comment加V 就複製了 那做錯想要重複的話 按comment加V 如果你想要中間這一段的話 我們把時間線移到這裡 接著按Ocean加左跨弧 那尾巴呢 就按Ocean加右跨弧 那影片就會剩這一段了 如果你想要在後期再補充畫面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標記 我們移到時間線 接著按Ocean加M 接著輸入標記 之後需要補充畫面 我們可以在索引這邊 找到補充的畫面即可 那調整色輪的話 在右上角這邊 有一個很像箭頭的符號 點進來 在無校正這邊 選擇色輪 這邊的話就可以調整你影片的顏色 那影片中如果不想要讓這個人露臉的話 我們按效果這邊 選擇模糊 接著點高濕曲線 然後把它拖一到影片中 那影片整塊就變模糊了嘛 右上角這邊 然後我們就會按 添加形狀遮罩 那它模糊的話就只有這一塊而已 那如果你想要像影片中 只出現這個圈圈的話 找到遮罩 接著點這個形狀遮罩 然後把它拖一到你要的影片進來 那我們把這一塊的形狀 做為調整的話 按這裡 按白點可以調整 曲綠 再按綠色這個點 調整大小 那目前的底色是全黑的嘛 我們可以更改影片中的底色 左上角這一塊的話 有一個T字 點進來之後 選擇發射器 接著我們點單色 把制定這個拖一到你的影片下方 右上角這一塊 點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二字 在color這邊 然後把顏色調到最亮的地方 再調整想要的顏色 那如果你想把你照片中的產品 放到縮小來介紹的話 我們先把照片拖一進來 然後在右上角這一塊 選這個影片的圖案這裡 再變換這裡 然後我們就開始調整照片的大小 實現線在最前面 調整照片的位置 調整完之後 我們在位置這邊按一個加 添加關鍵針 像這樣子 調好之後 接著我們把實現線 拉到比較後面 我們把這張照片 看要你調到最大或最小 然後調整你想要呈現這張照片的大小 在字幕方面 我個人習慣把字幕 拉到底 接著我們調整標題的位置 調完之後 我們在右上角粉紋這邊 往下滑 有一個外框的地方打勾 接著按顯示 點顏色這裡 更改外框的顏色 還有寬度 接著使用Trivalu打上字幕 背景音樂放入之後 我們在音樂的最尾巴這邊 有一個左右箭頭 它是音頻彈出 然後我們把它移到最左邊的地方 這樣影片結束之後 音樂就跟著彈出 音量的話在時間線這邊可以做調整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次見囉 安妞